可以把这上面160个信 然后呢可以上面这些这个这个储存口 我希望能够从从左到右排 然后下面这个是从上到从照前孙礼 从上到下排序 那这边我们就先把它散掉好了 这个OK 那怎么样去做 当然最快的方法是按一个按钮 不过这个后面再来讲 这个按一下马上就有了 不过这个我想我们先从不要写VBA开始 如果我今天要用的是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话 我想前面我们有交到那个有关那个什么 切文字的函数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呢 切字串的 各位应该有印象吧 有一个切 如果你要切字串的话 一般是不外乎就是left 从左边 不外乎right 从右边 前面好像又讲到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要切的是中间的 因为第一个字当然有left 可以抓到第一个啦 最后这个 可是中间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叫什么呢 mid 有没有 mid的那一个函数 那那个函数的话 特别重要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 假设我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用一个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呢 当然这边 我们可以往下找 里面当然有很多这种文字类的函数 那其中有一个 这个我想我们前面也有用到过了 而且我特别强调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用到的机会其实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去取得什么 假设我今天要抓这个 百家姓里面的某一个字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我可以用这个mid的 那mid的函数里面呢 它底下会跟我讲说 里面需要哪些参数 第一个可以给什么呢 它这边有总共1 逗点 2 逗点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呢 总共有三个需要的一些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的话 实际上呢 大概重点就是 第一个给一个文字 所以我们把百家姓丢过来 第二个的话 star number star 有没有 star是第几个的意思 那最后一个是 你要取几个字 所以我们有点像填空点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第一个就给它 就是这个 百家姓 那第三个 直接给1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要抓的是 百家姓里面的 里面的字 只要取一个字 特别之后 最后面这个是 你要取几个字 然后test 那这个地方先把它 f4好了 先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要向右向下 要能够一气呵成 所以要把它锁起来 范围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star number star是第几个 所以第几个的话 由什么地方决定呢 当然 因为上面有编号 所以我直接用上面的编号好了 假设我今天给的是什么 给的是1的话 那他这个时候就会抓到是照 而且是抓一个字而已 抓到这里面的字的一个字 ok好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把它直接向右 向右填满之后你会发现 他就照前孙礼 周五子 因为他刚好是1到20 可是如果我现在向下填满的话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他当然底下会有问题 因为我是抓上面这个位置 但是我向下填满 他变成抓里面这个上面的 然后位置会变动 所以我今天假如说 我今天希望能够向右 向下一气呵成的话 这里面的话该牵涉到哪一些的问题呢 里面的话我想 各位上面应该有印象吧 1到20是编号 所以呢 这个B3 有没有 是决定他前面的编号 那因为呢 他是20蓝 所以 第一列 我不要加20的编号 可是我第二列 就要加上什么 加上20的一倍 对不对 然后3的话呢 是加上两倍 4的话是加上三倍 刚好2、3、4 就每一个列下面的列 刚好就是把它减1再乘上20 就是我们的倍数 所以呢 我们这个公式里面的话呢 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再回到 MID函数里面 然后呢 可以给什么 加上 有没有 加上倍数哦 特别重要倍数 那倍数由谁决定呢 刮弧 这一个 这个位置 A4来决定 但是呢 特别注意 因为他是从1开始 可是 第一 这一列嘛 第一列呢 它不能够加上20倍数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它减掉 减掉多少呢 减掉1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不加 那因为我为什么要刮弧呢 因为要先减之后再乘上 那因为总共呢 有几蓝呢 总共有20蓝 所以哦 二十二十 反正你就看二十 这给二十 这个观念其实跟前面 好像纠结的话表 还有什么摆价 其实一样了 好 但是会 接下来还有个问题 但是我向右向下 哎 还有个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之前那个 大型四串表 还有九串串表 特别强调 什么呢 就是说呢 蓝列的锁定 因为呢 我的标题 蓝 标题蓝在A蓝 标题列在三列 所以哦 如果你没有去锁定A蓝 跟三列的话 它那个位置会跑掉 那怎么办呢 其实跟前面一样嘛 如果你回顾 回头看那个大型四串表 我们那个范例里面 只要看到三列 就把三列锁起来 看到A蓝 就把A蓝锁起来 好 答案就做出来了 这个时候的话呢 应该可以看懂吧 这个跟我们前面 那个99乘8表 还有大型四串表 哎 它的观念都是雷同的哦 有没有 三列 锁三列 A蓝 锁A蓝 好 锁好之后的话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向右 向下 有没有一切合成呢 放开 哎 有没有 全部 就 一次就做完了 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啦 其实这个方法 我跟你讲 工作上用到的机会太大了 只要是一个大型四串表 你这样弄下来就OK了 不然你 不会这个方法 我跟你讲 慢慢玩吧 才是一点点东西 你要玩多久 对不对 所以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 我想就是几个比较重要 第一个 你可能要对那个MID的这个函数 这个MID这个函数要了解 这个第一个 OK 第二个的话 这个函数里面需要哪一些参数 这个是百家信给他 要抓几个字 然后从哪一个位置开始 对不对 OK 大概会有 还有蓝列的锁定部分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想第一个就完整 可是第二个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诶 那如果说 我希望方向不要是这样子 变这样子 就是照前孙礼 对不对 有没有 现在很的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想 希望换个方向吧 变重向的 那一样嘛 观念一样嘛 就是每八个 刚刚是每二十个嘛 下面每八个 然后编号跟倍数 两个颠倒一下 OK好 我想各位先玩玩看好了 如果懂得应该很快就懂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就是利用MID函数 去抓那个位置 然后呢 我希望看到的结果是 在下面的那个表格里面 可以把上面的来源 分别的每二十栏 就放一个一个的字 那这边的话该如何做 我想那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 配合那个前面的那个大型四十算表 蓝列的锁定技巧 那其实就可以很快可以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工作上 如果你有碰到固定宽度的资料 要放在多少蓝里面 那其实就是可以用这一招